我來了 我看到這個牌子 朱莉妳老公是風象 對 可是我覺得當年楊巴老婆 楊巴大老婆也不錯 我只能講說 我覺得還好沒什麼可以說的 我就很淡定 妳在裝冷靜 對 裝冷靜 就是冷靜 沒什麼可以講的 也不過就是當年就覺得說 嫁了一個那種視覺系 花美男的始祖歌手 然後再來就是 他又是在綜藝主持很久 我就沒問題了 因為我當時覺得說 我應該要嫁一個 就很會講話 很會討我開心 但在家裡也可以講一些 開心的事情 對啊 他是 妳要不要跟他 妳要不要嫁給他看看 嫁跟相處不一樣 然後就很會逗女孩子開心 因為OK 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他在節目上很會逗女孩子開心 OK 我並沒有說在家裡不好 就是說當時我會嫁給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個 跟我非常不一樣的人 結果嫁了之後 真的很不一樣 我到現在還覺得他還是活在 他自己的泡泡裡面的一個人 因為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花絕 他在家裡面 我到目前為止 很少看他素顏 蛤 他包括連睡覺起來的 那剎那間 他都是長得好好的 我只要有時候進去書房 他就是在 用那個夾子在拔他的眉毛 好 我現在講一下 我當初在 那他會挑剔妳說 妳毛細孔變大了 會 他會講說 我覺得妳最近有點暗沉 我覺得妳可能要沒白 就是我們兩個 之間的那種對話 就這樣很無聊 OK 是女生宿舍的對話 真的 然後我當初嫁給他的時候 也是一個 我覺得 我以為他只是很忙 所以不浪漫 後來我發覺他就是一個 不浪漫的人 因為水瓶座真的很不浪漫 他活在他自己世界裡面 我當初怎麼跟我求婚的 你知道嗎 我們當初其實結婚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吃飯的場合 然後他就忽然 默默的遞了一個 黃曆給我 農民曆 農民曆 那個紅色的 農民曆就給我 他就說 妳選個日子吧 我說選什麼 他說妳就是避開那個 農曆七月就好了 妳選一個日子 上面寫一價值的那種 對 他說差不多應該結婚了 就這樣 我就選一個日子 他就說 不過那幾天 妳要避掉那幾天我作秀的時間 好 避掉那作秀的時間 就是這麼一個不浪漫的事情 然後我當初居然沒有察覺 我就覺得說 不會的 因為我是天蠍座 我以後可以改變他的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一定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再來就開始期待生日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一起打高爾夫球 就參加一個球隊 所謂的明星球隊 那個明星球隊完了之後 就會有聚餐 剛好那天就是我生日 然後他就說 今天妳生日 看我的 結果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餐廳 餐廳很好 Buffet 很好 很好對不對 對啊 包廠 對 整個包廠 然後還有一個小舞台 就像這樣子一個小舞台在上面 有麥克風 我心裡想 天啊 他該不會是今天 要跟我求婚之類的吧 坐下來之後就開始陸續 就一直有人進來 有的拿球袋 拿的球衣的 就剛剛打完球的 那一群人都來了 裡面有包括菲哥 什麼憲哥 反正就是打球的都來了 然後邊吃飯 他說沒有啦 因為今天 因為他們是輪突的 就是會長要請客 然後副會長要請客 今天我是副會長 今天輪到我請客 剛好妳是生日 所以我就請他們都來了 然後就叫每一個人上台來 然後菲哥也上來 就拿著麥克風說 今天就祝Julie 生日快樂 就每個人這樣講 尷尬死了 就是一個 這並不是求婚 而是祝壽 對 是祝壽 而且我那時候搞得我好像60歲 重點是 我們要從回家的路上 他就開車 我就坐在旁邊 他就說怎麼樣 很厲害吧 這一定是你有生難忘的生日囉 妳是蠻永生難忘 因為都是大牌 都大牌 嚇都嚇死 對啊 真的是永生難忘 可是這跟我生日 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他覺得說很會 逗女孩子開心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說 我一直持有那種少女心 所以我其實在家裡 有一次常常會逗他 然後我就想說 走啦 我們去看電影吧 這樣他就會說 我不想 我想要在家裡看 家裡沙發比較舒服 結果有一天他知道 我有點火了 然後我那天錄完 兩場的影集 到回到家都很累囉 我想說 你也該有點表現 他就說 怎麼樣 累了嗎 我說很累 很累 不想講話 他說走了 去看電影囉 然後看完電影之後 然後我們還可以去哪裡 去哪裡 他心情很好 我累死了 我已經從早到8點鐘 搞到7點鐘 然後回到家跟我講話 去看電影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真的很累 可不可以改天 他說 OK 好啊 沒關係 那你就不要說我沒有情調喔 他就是這樣 沒有在看妳的 他沒有 他完全活在他的一個世界裡面 他到現在 他都還是活在世界裡面 我現在跟他講任何事情 他除... 我現在跟他講什麼 他才會回頭看我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只要跟他講 我跟妳說 我最近都很厲害的面膜 真的嗎 就是這樣 他只可以這樣 這也很奇妙 好奇妙 是不是 我講完了 好奇怪 嘴瓶 怎麼那麼 還有人是風向老公的嗎 超奇怪 好 要什麼星座呢 老公 雙子 雙子座 雙子 那妳要先來講 對啊 先講 好啊... 他也是一個狠角色 知道 是說他還是他老公 他 沒有 大家都這麼認為 是 其實不是 真的是他 這都寫的什麼樣 印底子實力派演員 是啊 大家那麼覺得對不對 我也這麼覺得 當我第一次開始拍戲的時候 所有人都跟我講 你不用擔心... 你什麼都不懂 我去問士朋哥 他都會教你的 然後比如說有... 那時候有一次 我要第一次演 拍哭戲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擔心 老公 萬一我那個 眼淚出不來 怎麼辦呢 好 看我一眼 這還不簡單嗎 你哭不出來 眼淚掉不出來的時候 你就聲音 然後你把頭 靠在跟你搭戲的男演員肩上 把臉... 埋起來 埋起來 老婆拍不到你的時候 他就會拍別人的 然後你只要出聲音就好了 對 你只要裝那個聲音就好了 他教你投機取巧 還有高大 帥氣 長相斯文 是啊 是 但是 對老婆來講 其實 這倒是實在話 但是大家 你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我老公好帥好帥 你看 以後每天早上起來 看到這副臉 我好幸福 就覺得 因為我是屬於外貌協會的 我覺得我老公 一定要長得帥 這樣我每天應該生活在一起 殊不知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結婚 沒什麼經驗 結婚之後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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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是 生活久了 你起一起床 你就不會去看老公 根本都不會看 就想起來 趕緊送小孩上 又覺得會幹嘛幹嘛的 然後 愛妻藤子的好男人 有嗎 有 所有我身邊的人 工作的同事 還有朋友 都覺得我們世朋哥 對我非常非常好 對 因為我每次去拍戲 或者錄影的時候 世朋哥都親自開車送我 很好 很好 到現在也是這樣 到現在也是 很好啊 然後 很好 這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前幾年 世朋哥有一次去大陸拍戲 然後不在台灣 然後剛好那段時間 我在拍戲 所以我每天都要開車 進出那個電視台 然後有一天晚上 要去錄影的時候 就有點心急 覺得時間有點來不及 然後就很帥氣 就想 想快一點進那個入口 結果我都聽點 他的一聲 天啊 一面都被我擦過去了 所以車頭到車尾 沒有 就我的車身 你擦到了他的小身 對 我看那個牆的慘狀 我都知道完了 我的車一定完了 那個板筋應該貓了 我想天啊... 這個怎麼辦 我老公說大陸 他根本不敢跟他講 我打電話 趕快去把他修好 對 我就趕快打電話 給保養廠的那個廠長 我想快快快安排一下時間 然後我說快 把所有的那個擦傷痕跡 全部給我烤完 然後該弄弄該換的換 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好 士童哥回來了 我已經想應該沒什麼問題 士童哥突然有一天問我 他說老婆好奇怪啊 為什麼我之前 車屁股後面擦了一條 還不見了呢 他又吼了 我說不然好了 不然好了 我就 雙子座有這麼笨 對 然後他就問我 他應該就懷疑了吧 對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 然後我就 把這個事情交代了 然後士童哥 他就也沒有罵妳 也沒有說任何 也沒有抱怨怎麼樣 就說老婆 妳之後開車可能要小心 這樣子其實很危險 很好是不是也沒有罵妳 就他接送了 他關心妳 從此之後 我就幾乎再也摸不到 我們家車子的方向盤了 很好 妳是不是覺得這很危險 我也希望這樣子 對 士童哥有跟我們講 他說妳那麼年輕就嫁給他 然後妳娘家又離這麼遠 然後妳嫁來這邊 有些又是人身地不熟的 所以他就說 所以有義務要保護妳 對 他就說他要好好的照顧妳 然後不可以讓妳爸媽 就是單身 好男人喔 他在經過形象 對啊 他是真的跟我們講的 他在講到我們講的 天啊 他是會過形象的 來...去做形象的 感告 我妹不尷尬 都不怕 我們打得 Magazine a 來 吃 走